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体的情况是ask码或者说unico的编码255之前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字符加上控制是不是它字节长度都是1对吧 25之后是不是所有的字节长度都是2也是汉字对吧 区分汉字和英文特殊符号的一个区别 那咱们随便写一个方法 那咱们写一个方法随便给个字母串 这个字母串随便给 我要求这个字母串字节长度写一个方法 先封装方式来 对吧 叫return return bit return bit 咱这样吧 咱就fit length吧 好 比测啊 里面穿参数 参数str 然后怎么来处理这str返回的特定值 思想方法在什么地方 就现在我给你个字节 我给你个字母串 让你求它的字节长度 有啥好方法没 咱已知条件俩 已知条件俩啊 第一个条件是这个字符啊 比如说怎么说呢 这个当前当前位啊 当前字符位 的unicode的编码 大于255 那么怎么着 该字符 字节长度于2对吧 为2 小于25 怎么着 为1吧 应该说小于等于25对吧 小于等于25是唯1 知道这俩是不是好求了 然后咱们还以致 求这个 求什么 求当前字符串的 求字符串的当前位的unicode编码 是能求的吧 是不是个方法 对吧 查扣带的 对吧 查扣带的 然后呢 方法有了 规矩有了 编程吧 咱写这程序 有啥方法 来那胖子 说一下 就你 还抽我 你看有比你胖的吗 说一下思路 写了吗 回家 说一下思路就行 有啥思路能写这题 通过什么方法 不知道 孙一拳 星交 计数 怎么计数 扫一下 对吧 扫的规则是什么 就是扫 扫可以一个方形环走一圈 对吧 那扫 扫的时候是不是要处理每一个字符啊 处理每一个字符的想法是什么 怎么用 从第一位开始 从第一位开始跟arguments有什么关系 arguments不是失财列表吗 判断这个字符刷的长度 判断字符刷的长度 然后呢 判断字符刷的长度 然后呢 判断字符刷的长度 每一个字符刷的长度 然后就判断它那个 那个 啊 奥维码的那个键数 然后就把键数都取出来 就判断 嗯 差不多 那个 直接呢 直接呢 你昨天想出来没 没有 别轻易放弃啊 别轻易放弃 昨天想那个都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你那个代码 看了哈 看完之后 我觉得写的有点登放 稍微再收敛一点就好了 来吧 咱写一下啊 我怎么把方法删了 行了 其实这个东西的很简单 大家问一个问题啊 问一个问题 你就用眼睛看啊 用眼睛看 因为你已经知道规则 立马就能说出来答案 我写个ABCD字符刷的多少 好 再加一个 凳 ABCD凳 多少个字符一共 6 你咋算出来的 4加2 4加2 这你脑子里不是有规则吗 你把这规则停到程序里不就完事了吗 其实还有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呢 是汉字比英文字母 比特殊字符要多一个 对吧 是不是要多一个字节 那现在哈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多少 就字符串有多少个字符组成 5吧 是不是5 再把单独的汉字挑出来 如果它是汉字的话 你再多加一个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为什么说拿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来当它基础的字节长度 就是把字符串里面的每一个字符 都当做特殊符号了吧 都当做字母了吧 当然都当做字母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有些误差嘛 你把那误差拽回来不就完事了吗 怎么判断误差 当你这个特定位的这个字符 大于用击扣的编码 大于255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误差的那项 误差那项是不是少算了1 我再加回来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对吧 其实你看你这么写出来 ABCD凳1打6个 你想中的6个 你能想出来 你就绝对能编出来 尝试尝试就知道了 行了 来吧写吧 怎么着 先扫一遍对吧 扫一圈 str.lens 首先呢 来个技术契机的长度 这个矿的一开始等于啥 一开始等于啥 咱不说了吗 一开始等于这个str.lens 把它每一位都当成一个 字母来用 对吧 每位当成字母 把这个误差 有误差这个位 是不是加上去办事了 怎么家 这里面判断 str.lens 这个方法 记住 这个方法 判断每一位 字符串里面 字符的每位 对吧 字符串是由 一个一个的字符组成 拼接到一起的 对吧 这块我这么说能不能弄 能不能弄 OK吧 当这个 这个方法是求 我来说一下 这个方法是求字符串的 第i位的 unicode的编码 如果这个i是零的话 就是字符串的第一位 就是a的unicode编码 如果大于25的话 说明它是两个字节 对吧 如果两个字节 大于25的话 是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的话 就是咱们的误差位 是不是得加回来 就在这个quant上 再加加就完事了 就有多少个大于25的 是不是就多加多少个1 对吧 就会把它抹平了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abcd凳 是不是前四个都没问题 到第五个的时候 一看xcode i的第五个 i的4的时候 第五个 你看这个凳肯定是大于25 对吧 凳大于5 是不是加1就完事了 在原有的字符串长度 进入上加1 就求出来了 真正的字节长度了 是不是对这 这么来求吧 当然了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是不是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 就是一开始 你给它来一个 按咱们正常思维的方法来写 握一个 矿它等于零 然后for循环 还是扫每位吧 扫每位这回的规则是啥 规则是什么 这回的规则就按咱们自己脑子里想的呗 规则是当前位如果插code it 它是小于25的话就加1 矿的加1大于25的话 是不是加等于2 就完事了吧 就小 直接这样呗 大于25 if它大于25 那么 那么矿的加等于2 else加加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这样 else加加完事了吧 这个下午这个机还是挺精神的 现在这个机的作息规律 对是不是和之前不一样啊 是吧 那你明显能感觉到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到了 他也晚睡晚起了啊 晚上刷朋友圈 发微博拍个自拍什么的 对吧 美颜相机美颜一下 对吧 最帅的机哈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 怎么来使 是把这个咱子自物串预设好的自物串放进去吧 这了 来 OK 就这个bate length bate length 把这个自物串 咱预设好的这个自物串 就放进去 ABCD灯 一回车 应该返回矿的 对吧 无论怎么写是不是就返回这个矿子 保存刷新 再来 就返回6 你就随便写 最后你真是随便写 一保存来劲 那块有个意思 那块有个意思 啊 坐那 你随便 随便找个位置 叫李星对吧 那你叫啥名 王福春 啊 啊 你叫王福春 王福春 这李星在家补 在家补视频呢 行 你补人了吗 我补了 一补啊 行 行行行 今天和明天是不是差不多 明天就差不多了吧 明天差不多了吧 OK 加油啊 咱们 大家的组成成分确实是不太一样 有英语专业的 有这个浓大的 有这个这个这个我四期还有这个大兴的学生呢 还有这个各种远道同学啊 大家为了学习去到一起 肯定前期要为学习付出点代价 最大的代价就是时间的代价啊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这个努力的青春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 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努力的时候 我跟你说我大学最惨的时候 我800块钱活了两个月 每天就敢吃两顿饭 第三顿饭我都不敢吃 真正七月份八月份 我招聘那时候 是我最没钱最没钱的一段时间 然后还不好意思管自己父母夺药啊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九月份我拿到了阿里巴巴offer 还算后来活的还算挺滋润啊 现在你看活这么嚣张 是不是依然挺好的吧 来啊 了解我同学都知道 之前我是什么活都干过对吧 服务员也当过 传单也我也发过啊 什么都当过 行吧 讲清课 这问题没问题了吧 咱试一下上面的方法 咱写的对不对啊 你猜一下对不对 它肯定没毛病 肯定没毛病 来 再来 是不是一样了 咱写一个 咱写一个咱们 比较喜欢的字母串对吧 老邓身体号 就是太可真对吧 看一下一共多少个啊 这是不是一个多号 一共十个字加多号的吧 保存刷新 来 22个 诶 为啥22个 这回呢 21吧 所以你要清楚一点啊 汉字肯定是俩 但是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输入法里面呢 unicode编码可不一样 unicode编码255之前的那逗号是仅有一个是英文的 之后才有中文的这个东西 能懂一个吧 中文那个东西是占俩字符了 一定清楚 所以在未来这个算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符号一定得看清楚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符号啊 中文呢 他都占俩 但凡他跟中文占个边符号他也是 他都占俩 都占俩啊 OK 哎 空格再试试呗 空格是多少个 空格是一个啊 空格在unicode编码255之前啊 unicode编码我再说一下 unicode编码和ask码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混用的 ask码最早的时候是ask1嘛 从0到127 最后0到127不够了 他后来得加一些勾圈开间那些什么特殊符号草花什么 这些特殊符号啊 就多加了点 加到这个255位 后来一看255位也不能表示全部的字符 他只能表示英文的 后来又往上加韩文什么什么中文 就加到unicode编码了 啊unicode编码 之前我给大家说过吧 unicode编码对吧 他分16层 之后我再有招式 让我再给你们重新再说一下啊 他一共分16层啊 就是最最开始的最开始的unicode编码 是四位的 是四位的unicode编码 然后呢 后来又把前面两位加成层了 这个四位的不是二进制的 是16进制的 是16进制的四位 也就是换成二进制的话 应该是16位吧 是不是16位对吧 行了 以后咱再说啊 慢慢说这个东西 咱们有公众号 你们都加了吧 咱自己公司的公众号对吧 咱们的公众号 由于这个上个月12月份的时候 咱忙年会 公众号没怎么更新 但12月之前更新了很多文章啊 12月 这1月之后 咱们也会定期的每天会更新的 每天更新这个东西 每天都会发一些技术的小点的 一些小文章 都是咱们自己摘取 或者自己编辑过的 很多都是对咱们前期课程有帮助的 包括这个unicode编码 之前我们就一起剪辑完之后 发出去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就是文章都不长 每个文章也就是500多个字左右 500多个字左右 加上图文信息什么的 很好看啊 每天就一篇 每天一篇啊 对我在里面还写过几篇文章啊 还写过几篇文章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我觉得写的还挺好 行了 先新课啊 这个新课对于巴西同学 可能说并不算新课啊 但你听一听 这档复习了好吧 咱们这档课呢 接着上档课的讲 上档课的东西叫做对象 对吧 其实对象这个东西 是咱们GS里面的一大块 以后对它的应用 无花扮门的啊 非常多 非常灵活 这个圆形 其实也是对象的一部分知识点 只不过上档课 咱们讲对象是讲的 其实是什么东西 讲的是一个对象的构造工厂啊 是对象怎么来的 对吧 对象怎么来的哈 这档课咱们来讲 对象怎么来的 然后呢 在这个来的基础上 还能更美好的来 这个圆形呢 讲之前我先铺垫铫 这个圆形就像这个 其实这个圆形的概念 你说编程这个东西 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思想 总结出的一套规律 然后放到程序里面 让咱们去学对吧 一切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基于咱们生活的一些 真实的模板 这个圆形也是 圆形换在咱们生活中 就是咱们 比如说把人类 当作一个对象的话 这个圆形就是咱们人类的祖先 人类的祖先 能给咱们后代人类 留下来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咱们的相貌体征 是不是DNA遗传来的 对吧 遗传来的吧 比如说咱们的姓什么的 都是遗传来的吧 对吧 姓 包括名不是 姓是不是对吧 姓是用的父亲对吧 包括你可能有些同学 自己父亲是音乐家 自己父亲是这个 就各种家对吧 科学家什么的 你生下来之后 可能说你的基因里面 就带着那点音乐的细胞 这都是遗传来的对吧 这个圆形对于对象来说 就是一个祖先的作用 这个祖先能提供什么呢 能提供一些属性和方法 可供他的后代去继承 可供他的后代去继承 这个继承吧 和咱们生活中这个继承 还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所以我就不举生活中 大量例子了 我怕误导你 咱们直接讲了 来咱先看一下 先读下概念 圆形是方身对象的一个属性 这句话先忽略 因为你不懂的 对吧 它定义了构造函数 制造出来的对象的公有祖先 咱先看这句话 圆形是构造函数 制造出对象的祖先 圆形是构造函数 构造出对象的祖先 圆形在哪呢 圆形是方身对象的一个属性 我先给你写出来 来这么着 比如说现在我写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满足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告诉我什么特点 来晚序 晚小姐 圆形 我构造函数符合一个什么特点 我都写出来了 大托峰是吧 是必须大托峰式 它就这一个特点 构造函数能和其他函数 能分辨开的唯一一个特点 就是它必须大托峰式 能读一下吧 否则它就是一个函数 你都看不来 它为什么是构造函数 能读一下吧 只有你在用的时候 new的时候 才能写这个特点 对吧 所以说一定记住 构造函数大托峰式 构造函数 咱先写一下 构造函数是不是为了生产对象 怎么来生产对象 说必须得有new 没new的话说白扯 对吧 比如生产出一个person 能有一个new person 这样一个对象生成了 这是构造函数产生的一个对象 构造函数通过不同的 不停的调用 可以产生多个相似且 独立的这个对象吧 相似且各个独立的这个对象 对吧 然后啊 大家看往这 构造函数产生的对象呢 可以由这个车间工厂里面 批量化的生产一些 同样的属性 同样的这个方法 对吧 咱不管那些东西了 现在我给这个构造函数 加一个东西 这个person是不是代表 这个函数体 代表函数应用 对吧 函数是不是也相当于一个对象 是对象 就能够有属性和方法 对吧 现在给这个函数 加一个属性方法 叫proutive 这是系统自带的 就是说这是系统自带的 一个属性 叫proutive 这个proutive 翻译过来 就是咱们所讲的 今天要讲的东西叫圆形 它就是圆形 这个person.prototype 在这个person 也就是在这个函数 刚刚出生的时候 它就已经被定义好了 这个东西是在出生的时候 它就已经定义好了 不是我自己人为写的 我写出来 只是为了让它形象化 让你看到 它已经定义好了 它能干嘛呢 首先它是一个对象 它原本就长成那样的 它是个对象 这个对象 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空对象 那这个空对象 是个啥东西呢 它就相当于 是这个person的构造函数 构造出对象的 跌 用说 person是不是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为了构造对象的 这个车间 伸展出对象的跌 就是这个person.prototype 能履行这关系不 来person.prototype 我给后面加一个 是祖先 是祖先 那现在 这个祖先是不是空的 空对象 对吧 我给这个空对象上面加点属性 加个什么呢 加个 age吧 加个name吧 name等于 呵呵 保存 name等于呵呵 保存 那现在它是不是祖先上有一个呵呵的属性 对吧 祖先上有个属性 那这个person 它是这个祖先的晚辈 这个晚辈就有一个功能 它就能继承这个 呵呵 现在它身上person 是不是没有name 你回车一打开 空的对象 对吧 空的 里面啥也没有 那个portal不要看啊 空的 然后呢 掉到它的name 你看有没有 一回车 它是不是有 这个属性没在自己身上 但是它的祖先有 它拿到它祖先的属性来用 是不是就是一种继承 原型描述的就是这种关系 继承的关系 那东西的吧 继承的关系 然后这回咱重新看一下 这个对象啊 重新看一下定义 原型是方身对象一个属性 是不是这句话没问题了 对吧 它定义了构到函数 构到出对象的公有祖先 是不是也没问题 什么叫公有祖先 我再说一下 就是现在 这个person.portal 确实是个祖先 那这个person能继承这个祖先 是不是没问题 现在我再构到出一个person1 等于一个newperson 是不是另一个新对象了 这个新对象和刚才那个对象 都是这个person 构到出来的对吧 这是两个兄弟俩 不同的 但是他俩却有共同的一个祖先 就是这个person.prototype 因为person.prototype 是不是只有一个 这只是一个人 对吧 那生产出的这两个对象 他们继承的对象 就是同一个人 就是这个person和person1 都继承自person.prototype 明白意思吧 就是person.prototype 有的东西 他俩都可以用 这就相当于一个爹 有两孩子 大儿子可以花的钱 二儿子也可以花的钱 对对吧 这是一样的 就是说像吧 再来一个last name last name 姓什么呢 姓邓 对吧 姓邓 那爹姓邓了 大儿子也得姓邓 是不是二儿子也得姓邓 必须的吧 所以现在你看person.prototype last name 是不是邓 person1.last name 是不是也是邓 对吧 所以原型是一个公有祖先 是什么公有祖先 是该构造函数 构造出对象的 公有祖先 能不能是吧 公有祖先啊 比如说 就比如说 成哥是一个原型 你们都是我的学生 对吧 你们都是我学生 那学生肯定要跟老师 学到一些本事 对吧 比如说我帅的话 你们是不是都帅了 对吧 对吧 长得都好看 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对吧 通过该构造函数 产生的对象 可以继承该原型的属性和方法 没问题吧 这是一个规则 对吧 然后原型也是对象 没问题吧 原型也是对象 然后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原型的一些特点 先不按我的PPT讲 行了 现在呢 给这个原型多价的东西 person.prototype 点age 点什么呢 点方法吧 点方法吧 方法是say 一个say方法 就是能说话 说出来的话呢 当然非常高冷了 对吧 呵呵 保存 对吧 自立门户了 说我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姓 对吧 this.name 等于什么呢 this.lastname 等于姓姬了 对吧 姓姬了 保存 刷新 那person.lastname 结果是啥 是邓啊 还是姬啊 是不是就换成这个了 自己身上有属性 就是同样 你看lastname 是不是自己身上有 原型上也有 两个都有取谁的 取自己的 是不是可进的来 是不是可进的来 对吧 俩都有的话可进的来 我没有的话 再上父亲的话找 对吧 再上父亲的话 看你有没有 你有的话你接我 对吧 那比如说咱写一个 this.name 等于可能说 序名 不是 这样 咱写一个比较生动的吧 比较生动的 这样 名字 age sax 都是自己的 但是lastname 是不是 这个父亲的对吧 父亲的 然后现在呢 person person里面 叫序名 age 30 sax mile 35了 来看一下 现在 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this.name 等于name 是在写上 this.age 等于age this.sax 等于sax 保存刷新 现在通过这个过渡函数 流程化生产 把这个对象生产出来了 生产出来之后 这个对象是不是有三个属性 对吧 对象自己的属性 对象要继承来的属性 那么对象现在访问自己的属性 是不是这么白写 访问 他没有的属性 是不是原型的属性 也可以来这么写 相当于访问自己的属性一样 对吧 这就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对象 应该具备的一系列的东西一样 有自己的 也有原型给提供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 好了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然后现在接着来看 在这个原型 咱刚才用的种理人化的方法 去理解它 原型就像一个公共祖先一样 然后咱们可以继承祖先那些东西 咱工业化的基础上 原型是怎么来用的呢 咱看一下 比如现在同学们看一个问题 我这个高道工厂 咱昨天是不是说了 比如高道工厂这样 从来写高道工厂 咱看一下原型的真正应用 高道工厂 比如高道一个car的 car的高道工厂 这个car里面color可以选配 然后车主的名字 叫owner name owner 也可以选配对吧 release叫owner 我没写错吧 用owner 类似的这个车的 name car name 当于这个宝马吧 叫什么来着 是这么写吧对吧 你昨天怎么交集来着 叫什么 对边摸我 还是你们了不起哈 height 144 然后来个长度 long long吧 等于4900 OK啊 然后类似的color等于color 咱看啊 这是不一个正常的高道函数 对吧 有固定的 有选配的 没问题吧 固定的选配的 正常这么来写 确实没毛病 但是现在咱们来看这种方法 就显得有点弊端了 比如这个color 来个red owner 来个 神格 对吧 这俩现在都有了 可以选配的东西 我写到里面 然后呢 流程化生产的 我也写到里面 理论上看来是没问题 但现在你琢磨一个事哈 这个选配的东西 肯定这么来写也没问题 里面这种流程化生产的 每一次执行 是不是咱都得执行这一句 this is a car name 这个 this is a hat this is a long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每一次执行 是不是都得执行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每一次执行 都执行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叫一种 呆码的冗余啊 是不是叫一种 呆码的偶合啊 你每一次 因为你看 你创建一个对象 你要执行一次 你创建一个对象 你要执行一次 而且你每次执行的东西 你还不像人有参数的 是每次都不一样的 你是每次执行的时候 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那这一模一样的东西 咱是不是应该 采取一些方法 给它提取出来啊 尽量别这么弄啊 咱之前没学原型 咱不知道 学了原型之后 咱能不能把这些东西 给提取出来 是不是可以通过 继承的一个规则 把这东西放到原型里面去 是不是这样来说 更加方便一些 比如说这个car点 prototype 是不是自带的 这个东西 自带但是一个空对象 对吧 我在你的空对象上面 加一个hat 等于1400 在你的空对象上面 加一个long 等于4900 然后这个空对象 上面加一个 这个car点 car点 等于这个宝马 对吧 叫 也 那啥 对吧 OK 把它们删掉 保存刷新 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一下这个规律 上面这三行 给原型复制 这个东西 是不是只执行了 只执行了一遍 因为原型只有一个 对吧 它只执行了一遍 然后现在呢 它给这个 勾到函数的一个规则 就是勾到函数 勾到数的对象 你所有都继承 我这个原型 那么现在我生产出了几个车 car1 等于new car 就是这个是green 就是说 老邓 OK 现在car和car1 你看起来 这个car和car1 它们自己有的属性 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你要真正访问 你要用的话 你看这个car1点 carning 有没有 有吧 car点 carning 是不是也有 怎么来的 通过继承 继承来的吧 反正你每一个对象的 这些个流程化 生产出来的属性 都是一样的 那我放到原型里面 是不是更好 能弄一下吧 所以原型的第一点应用 通说 原型的第一点应用 在工厂里面 生产这个车间的时候 生产这个流程化的 管理这个部件的时候 每个都一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 工友的东西 给提取出来 放到原型里面 能弄一下吧 把这些个工厂 生产出来的 各个零件 它的工友部分 也就是大家都 一模一样的部分 不需要选配部分 提取出来 放到原型里面 这是原型的第一个应用 叫利用原型的特点和概念 可以提取工友属性吧 能不能动一次 可以提取工友属性吧 这个ok不 没问题吗 这个 行吧 这是原型 然后咱们再来讲 原型的增山改查 咱们对象的增山改查 咱们是不是讲过了 对吧 咱再来一个原型的增山改查 就是里面有这个 this name 等于 等于这个name 行了 就这样写吧 然后原型呢 再来一个 person.portal tab .last name 等于 须名 保存刷信 现在 现在啊 我这个person 有点last name 属性吗 他自己有吗 他自己说没有 但他能访问吧 这叫访问原型的属性 对吧 如果自己也有一个 last name属性 他是不是一定访问自己的 不访问原型啊 可进的来 对吧 冲突可进的来 这点查看是不是属性 咱这什么规则都了解 对吧 那现在啊 保存 刷信 我给他放到这 我现在要给这个原型 的last name 修改一下 我让他变成 变成这个 比如说变成詹姆斯 詹姆斯 虚名 对吧 詹姆斯虚名 能实现吗 person.last name 等于詹姆斯 他是不是就把他原型 他的last name给改掉了 对吧 不对吧 保存之后 哎 对 保存之后 你看看 再打person 你会发现 他自己身上多了一个last name吧 然后你要访问他的last name的话 是访问出的是詹姆斯 但是 他是从自己身上去拿来的吧 并不是说真正伸到原型的话 去改原型的这个东西吧 是并不是 对吧 并不是吧 所以这是一种 就是 原型 你想修改他的属性 除非你就掉 除非你掉用person.proto type.last name 你这么来修改 是可以的 否则的话 你通过这个对象 想改原型的东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东西吧 你通过对象 想改原型的东西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你这么来写的话 其实 他不叫修改原型的属性 他叫给自己增加属性吧 他是不是叫给自己增加属性 但是你要访问的话 他自己没有这个属性 他会上原型上去找的 是访问能拿个原型的 你修改的话 这不叫修改语句 根本就不叫对吧 根本就不叫修改语句 OK 就好比是啥 就好比 比如说 你的父亲有很多个属性 对吧 你想修改你父亲的属性 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对吧 每天你高兴了 说爹 你再娶个媳妇呗 你父亲肯定表面上不会同意的 对吧 控制台打的父亲什么意思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都可以 控制台就是相当于 Personal prototype 一回车 它是不是一个对象 再次证明 就 prototype 是不是也是个对象 可以 等于 等于比如说 等于詹姆斯 对吧 那这回它的原型就改了 但是你不是通过 这个你不是通过后代 去改它的组线吧 咱现在讨论是通过后代 能不能改变它的组线的东西 你这叫手动改了 是不是 手动你操作原型 是给大家东西吧 对吧 OK 好 那增删改查 改和查是不是在那边完事了 增加属性 能不能给这个 原型增加属性 能吗 除非是 这样来增加属性 否则的话 是不是这样 person.prototype 你是可以给它增加属性的 对吧 但你要通过person 这个够到函数 够到的对象 想增加原型属性 根本就不可能 你改都不可能 增加就别提了 对吧 改都不可能 增加别提了 删呢 比如说现在 person person有个lastname person现在没有lastname 属性 它lastname是原型上继承来的 对吧 一回车 是不是上原型上查出属性 person有自己的属性name吧 自己的属性能不能删除 是不是一删就删了 tue吧 你再看person name 是不是没了 是不是自己属性删除了 这咱对象的一个特点 叫可以删除属性 对吧 那现在同样用delete操作 服务下删除 person.lastname 就是通过 找原型找到属性 能删除吗 一回车 它告诉你tue 但是你在查找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 那这个出是咋来的 诚哥 咱delete person.abc 是不是也是出 person有abc吗 没有吧 你删除一个没有的属性 它觉得可以啊 对吧 是这么回事 电脑我说挺白痴的 OK啊 这是增删改查 原型的增删改查 然后这个原型 其实还可以有另一种设置方法 在原型 是不是就给这个 购到函数 购到对象 是一个原 是一个公共组仙的功能 那既然说公共组仙 咱们可以随机操作原型吧 原型 你本来不就是一个对象吗 你本来是一个对象的话 比如说现在 呃 这个对象 比如这样吧 car那个车间行吗 给它改了 car这个啊 然后这里面不贴什么东西了 车间的一些公共属性 比如说car的 什么这个hat 是不是1400 对吧 然后person点prototype prototype点long 什么 等于这个4900 然后person点prototype 点什么什么car name 等于什么 这个宝马 BMW 等等 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工厂说了 我流程化 伸展出的东西很多 比如四个座椅 方向盘 位置 什么什么宽高 什么东西 gps定位 是不是都有 那咱们要写到原型里面 是不是每一条都得说person点prototype person点prototype 等等写 对吧 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写法 简化点 咱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写 person点prototype 你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对象吗 而对象不是接近于一个空的吗 那我就直接给你 附给你一个空对象 行不行 然后在这个空对象里面 我直接这么写 hat 1400 long 4900 再来什么什么name 什么什么car name 什么BMW 然后再写什么其他属性 是不是这样写来说 更加的 怎么着 更加好一些吧 更加简单 你这么写的话多简单 你刚才一长块一长串 是不是挺恶劫 对吧 这么写也是可以的 你这样的话 这个原型是不是变成了你自己身的对象 person点prototype 是变成一个新的对象了 对劲吧 新对象 那现在你说这个car还能继承一个东西吗 照样是可以的 你看这个 person car 刷新 刷新 来 car.close type car.long 刷新 是不是4900 都可以吧 就这么写也是可以的 另一种写的方法 能懂事吧 另一种写的方法 再讲一个指点 然后下课休息会儿 这个指点是什么呢 叫constructor constructor 现在你看 我把这个原型 我都删掉 都不要了 是我删掉之后 这个car也是有原型的 只不过这个原型是类似于一个空对象吧 我说原型这个东西 就是 构造方法 它有的属性叫prototype 是不是上来它自身就有 咱们只不过在它基础上去加了一些东西对吧 是不是刚才这么说的 它本来就有 咱们只不过在它基础上去加了一些东西 对吧 好 忘记了 对吧 听课啊 那现在我不写是不是代表它也有 对吧 那我现在就想看看你这个prototype里面到底原有的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纯的空对象 保存一下 你看看是纯的吗 咱先不看啊 咱也不看 我先给你写个东西 现在这个car是不是它也会继承原型里面的东西 对吧 car自己身上还啥属性没有对吧 那现在我掉一个car.constructor 这个属性是不是咱是看不到的 没有吧 你一回车它会返回给你的引用 是有值的 这个constructor呢 的意思 是构造器的意思 它会返回它构造 就是这个constructor这个属性会返回构造这个对象的构造函数 是不是会返回这个car 这个car是不是通过这个car的构造函数构造出来的 对吧 那咱现在探索一下这个constructor从哪来的 这个car自己身上我是没事的 对吧 那它是哪来的 应该就是继承来的吧 继承来的咱看一下car的 proto type呗 这是不是一个对象 理论上是空对象 一回车是不是好像是空的 但你展开 你会发现空对象里面有第一条属性叫constructor吧 还是一个浅粉色字体的 浅粉色字体代表系统说 我帮你自个儿写 我帮你写的 隐式的 不是你写的浅粉色的表示 它有一个真正的属性的话 你看 看真给它加一个 它就不是浅粉色的 就来了abc的话呢 123 保存刷新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深紫色的 这是一个浅粉色的 对吧 这个代表你设的 这个代表系统帮你设置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圆形的内部 一开始 系统给你带这个圆形的时候 它自带了一个属性叫constructor 这个plot我先不用看 自带一个属性是叫constructor 这个constructor指的是谁 是不是这个constructor指的 就是这个car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car 构造出的所有的对象 想找它的构造器的时候 是不是能找到 能听懂一个吗 想找到构造器的能找到 比如说你现在想构造出一个对象 你这个对象呢 已经是car了 但是car有一天迷失自己了 不知道谁生的它了 对吧 然后它能够通过一个属性来找到 到底是谁产出的它 哪个属性呢 叫constructor constructor 构造器吧 你玩红井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句话 叫constructor is complete 听过吗 constructor is complete 对吧 这个建筑已经构造完毕了 对吧 构造器的意思 constructor 所以这个car的constructor 指向的就是一个car本身 那你说如果我改变这里面的constructor 能不能让它指向混乱了 就是现在 我来了一个person 然后啊 我让car.plototype 这个car.plototype 是不是内部的 影视的里面有个东西叫constructor 是不是指向的事 是car 是不是原来是这样的 对吧 现在我干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 我给它变成person了 是不是很不道德 保存刷新 再看car.constructor 变不变 变 变了吧 这个constructor 是我们可以手动更改的 是我们 虽然说系统影视给的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手动更改 可以手动更改 那现在是不是它的constructor变了 现在你这个car 在找谁出生 谁生的他的手 谁找错了 他就认为这个person 是不是生的 就是生的那个人 对吧 找错了 认贼作户了 对吧 认贼作户了 这是一系列的一个规则 行了 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你可以在自己电脑上去练练这个圆形 你看看在圆形上填一些东西 增判改它 怎么来用 好不好使 然后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 刚才咱们一直都回避的那个属性 好像有个隐世的属性 叫proto吧 是不是在里面 你可以看看这个proto到底干啥 啊 看看这个proto到底干啥